我们的豬肉是我们台湾豬 我们台湾豬的豬肉和国生的豬肉 它的口感不一样 腿裤肉放进大锅中 先汆烫后油炸 再进到卤汁中卤两个小时 这是饭桌中常见的首路菜蜂肉 传统饭桌文化因公食尝辛苦 让高雄内门许多重破筛苦无传承之人 加上灭热的活动越来越少 婚宴又有婚宴会馆及饭店抢市场 生存不易就由中破筛干脆 令PC路走冷冻栽培 受疫情影响 特别是1月发生不利桃源医院取军感染 许多园定的伴桌活动都纷纷取消 让伴桌文化雪上加霜 为求生存 内门台三线路段上就看到 有些重破筛干脆在店门口摆起摊子 提供首路菜外带 做游客及附近民众生意 我们是要办喜宴的 要顺便过来看一下 好吃啊 今天又跑来吃 怕买不到 自己来拿比较快 就是它的根啊 还有卡口啦 米割啦 平常的一个 我们的一个游客的需求 或是我们这个连菜 这个都是OK的 这方面都是他们因为疫情 而衍生出来的另外一个 一个运营方式 我们是希望说透过一个电商平台的一个模式 来协助我们这边重破筛 内门区长表示 全盛时期内门平均每五户就有一位重破筛 尽管伴桌文化日渐四围 许多重破筛都是咬牙撑着 但还是有少数年轻心血投入 将饭店市摆设及服务引入伴桌 希望透过各种转型 把这些传统好滋味保留下来 原市新闻综合报道